台湾衣衫傍水想看什么有什么 如果我们想看走私 一路还翻天 所以我认为今天这样演出具有特别的意义 所以我们今天现场又是满座 所以我感觉特别兴奋 特别激动 那我认为应该把我们最真诚的祝福 献给在座所有的观众朋友 总而言之祝福大家 家家务务 家家好好 民族好友情 大人家 你今天干嘛 你吃了蛮牛上台的 兴奋 也太兴奋了 干嘛 妈祖让你选总统 干嘛 不是 真的开心嘛 有一句话说的是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不得了 庆生哥 怎么呢 你还有朋友呢 你是哪里的朋友要来啊 这这么回事啊 最近呢 我打算要进口一批大陆的朋友啊 你贩卖人口啊 你 不是 太高兴了 所以讲错了 所以要走私一批大陆的 你是人舍集团 还走私呢 我会被判刑吗 先生你现在可以闭嘴 但是你现在所说的话将来都会成为 闭嘴 我有几个大陆的朋友呢 要来台湾旅游 但是他们不想跟旅游团 他们想要走私人行程 走私 这么个走私啊 你说清楚了 那你朋友来到台湾之后 他们的这个吃喝玩乐 食衣住行 网路通讯 宗教信仰 生老病死 以至于遗产分配 你都能处理吗 我住海边啊 管这么快啊 你知道我们现在很多人一出了国 一集合就迟到 一购物就刷爆 一不爽就胡闹 一问要吃什么 全部给你 不知道 带朋友出去玩 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专业的事情 找一个私人导游 花一点点钱 花钱少少 乐趣不少啊 好像有点道理哦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 参考一下 参考一下 你还坚持在搞这个呀 光说相声能吃成这样吗 对对 这个肚子很有说服力啊 别闹别闹 我带他们出去玩 一路还翻天 你相信我 台湾一山傍水 想看什么又什么 如果我们想看山 嘉义阿里山 想看水 南投日乐坛 看天然奇景 花莲泰鲁德 看人文建筑 台北101 台湾有野柳的奇烟怪石 有故宫的历朝古艺 有府城的古堡口庙 关子林 有肯定的阳光沙滩 比基尼 嘿 到时候我带他们去景点 一方面跟他们解释这个文化背景 另外一方面他们就看在眼里 听在耳里 记在心里 小费全塞我口袋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